那就這樣子好了 這個做出來之後呢 就要來做一點經驗金屬 那我會建議大家使用鐵礦 可是你沒有的話 就只用銅礦做好了 那鐵礦的話 進口輪呢 附近應該會找到一點點的 這種顏色的地形 這邊有一個噴槳 可以找到鐵礦 那我們只挖一點點 用來做一個電池 電線的部分 你可以採用金鞏合金 沒有的話也是用銅礦吧 不要注意不要把太多的銅礦敲成銅 因為銅礦用完就沒了 當然還可以透過用火箭方式來補充 可是也是蠻後面的事情 現在也可以用門來補充 那你用來蓋東西沒關係 前期用銅礦來蓋東西 你後期可以把它拆掉 換成其他 可是你把它敲成銅 就沒辦法回去了 銅礦留下來幹嘛 就是你動力輔效用到銅礦 不過也很難消耗完啦 說實話 所以前期你儘管用吧 不用擔心 反正你後面這些電器拆掉 又是銅礦了 只要你不要全部禁煉掉 就沒事了 開始挖到生銅水晶了 不過現在挖生銅水晶也沒什麼用 生銅水晶沒辦法用來蓋磚塊 來這邊挖過去挖一點鐵礦 順便可以挖到好多的藻類喔這邊 有大片的藻類 然後噴醇 水噴醇沒有看到 天然機噴醇在這裡 一張地圖會有四個氣體噴醇 有兩個蒸氣 兩個天然氣 或者是兩個蒸氣 一個天然氣 一個濾氣 這個是基本的配備 那其他的就是埋住的 像這種埋住的噴醇 它底下四個是基岩 然後你按優先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數字 那如果你要知道它是什麼 你可以使用梯子 在它旁邊蓋 這邊不能蓋的部分就是噴醇了 那不能蓋的話就是因為它是氣體噴醇 長條型的 所以這邊是一個氣體噴醇 那是什麼我也不知道 要挖蓋才可以知道 那這就先不管它了 好鐵框有挖到了 那這敲一點沒有人來做耶 來看一下 剛剛開挖部分 我們把它整合到給它就好了 那你去幫我操作 操作操作對操作 然後優先操作再去開挖這樣子 那這邊它應該會過來做 要做一點鐵 銅框不用做那麼多 好這樣子 藻類的部分我們還有3000公斤 應該夠用很久了 到時候這邊還可以挖一堆 然後 研究部分 這差不多了 原來要這邊 那其實研究完這個都可以了 研究完這個 就可以做那個智能電池了 那就先把它蓋出來吧 那電池的部分盡量蓋 離遠離那個四速的地方 因為四速在這邊它需要 20度C到30度C 你不想有一個電器在這邊升溫 把四速沒辦法中 所以 盡量放遠一點 那它在上面我就蓋下面好了 在這邊 暫時放這裡 然後就需要那個 留兩個 然後再放一個箱子 到時候煤炭放這邊 電線的話可以先用普通的 普通的有1000瓦的存在 瓦數 前期很夠用而已 也不會穿到太多電器 我這條才420瓦而已 然後目前狀態才200多300 根本用不到太多 所以前期不要用那個晶電電線 晶電電線 留在後面才有 欸有了 那就先把電池這邊 喔還不能蓋 還在敲 好 夠嗎 還缺 那到時候就把 人力發電改成用這邊 啊這個在幹嘛 為什麼在動啊 我還沒有接東西 你把煤炭放進去幹嘛 那 把晶電池這邊弄好喔 你就可以把人力發電的部分 拿掉 人力發電部分拿掉之後呢 我們操作這邊 不是有兩位嗎 就把它整合成一位 你去還是你去操作就好了 然後 你去整結跟這個跟做 反正操作都只剩下這邊了 做那個晶電金屬 我 那電力有了 蓋一下 然後 訊號線已經蓋好了 之後這邊放煤炭 那這發電機也是暫時放這邊而已啊 會不會把它搬到其他地方 來看一下有什麼 衣服欸 就直接讓它們穿吧 這樣我連衣服都不用慘欸 會不會出那個太空衣給我啊 那研究的部分 我們先研究那個好了 渠屋的 把那個空氣濾鏡機研究出來 然後就挖開這邊吧 然後二氧誇炭也差不多要處理一下 那如果你底層可以挖下去的話 就盡量挖下去 你就讓二氧誇炭往下跑 你就會晚一點才處理 那目前我這邊是水啊 挖下去很麻煩啊 好 這邊電線好了 接一下 這樣我那個人力發電就可以拆掉了 好不要再去了 用煤炭發電就夠了 那到時候煤炭放這邊 有智能手臂的話就可以 可以自動送炭了 家裡面電力也完成之後呢 就是廁所啊 食物這邊都處理好了 那差不多可以開始往外發展了 應該說往外去探索一下附近 我們藻類的部分還有兩千多 其實也是要來挖一點藻類 不過其實家裡面還有很多啦 這邊還有 那我們就先從 看一下 先從這邊 這邊挖出去好了 這邊挖過去的話 我就 這邊 清氣挖開也沒關係 因為清氣會往上跑嘛 那我們就直接挖過去 看一下這邊有什麼 不知道會不會找到噴醇啊 然後 這邊的話 可能就會透過 深淵水晶這邊挖過去吧 或者是 用往上挖的也可以 那如果要挖深淵水晶的話 我們就要用這個 把他升上去這邊 所以看一下喔 我們礦工是他啦 所以 就把他升上去這裡 然後其他這兩位就升其他吧 那這兩位也先下來這邊建築工升一下 那為什麼升建築工 因為有一些建築是需要這個等級才可以蓋的 喔 又來到這邊 熟練的建築師學徒 有部分建築物啊 那是什麼我也忘記了 反正只要你有升到這邊 基本上都可以蓋啊 然後 這個就這樣子 好 那下面這在學藝術 應該很遠 還是讓一位生這邊弄藏好了 因為之後會養到動物 所以 看一下喔 這個是那個在清理廁所的嘛 我們就讓他去升那個 農場 好 到時候就升上來這邊去養動物 那這樣子就先 這邊其實也不用挖啦 就直接往上跑就好了 順便來打開一下這個噴唇 那挖掘的時候呢 你可以採用這種方式 就是每三格 然後 頭跟尾連接 每三格 每三格這樣子 那小人可以爬上去 那如果你要直線的話 你可以採用這種 這樣子 然後 這邊 上來再上來這邊 然後再 挖這個 再挖這個 再挖這個 這樣小人就可以在這邊 呃 跳來跳去 反正就是三格三格 頭來上街 就可以做成一個流梯 然後小人就可以不用梯子往上跑了 那這邊我都不蓋梯子了 反正 只是 不然這邊打開這個噴唇而已 所以就直接這樣子吧 那噴唇的部分就挖底下這兩個 就可以知道裡面是什麼了 好 這邊就先放著 等一下慢慢挖吧 吃飯了 又過了幾天了 欸 污水這邊 為什麼沒有 喔 這邊其實 這個是 要怎麼說呢 其實整結它有包含很多東西 我之前不是有分配一個小人在整結 啊整理這部分 整理的話它有什麼清空儲存擦地啊 維修啊 清理毛刺打掃這些 那它是有很多類用在裡面啊 所以它包含那麼多東西 你要它優先做這個的話 你就要從這邊吃優先去處理 那因為打掃的話是5嘛 然後同樣是5的倒水的話 它會優先去打掃 所以我們只能從這邊把這個調高 它應該就會來這邊先把污水倒出來 然後再繼續整理 家裡面的 垃圾 看一下喔 它會去嗎 啊 農夫是它主優先啊 對對對 它農夫做完就會去 呃 倒污水了 啊被別人搶了 反正是這樣子啦 那這邊就稍微注意一下 嗯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